入校之后,看着满大街的小蛮腰大长腿,不知道你有没有心动呢? 三月不减肥四月突伤悲,转眼就快到八月,你的肉瘦减完了没? 想要减肥首先要了解肥胖,首先我们要从医学角度看,你是不是超重或者肥胖? 体重指数是用于判断人体超重肥胖与否和程度的指数,计算公式为体重身高的平方平方米。 目前我国成员以本米的阶段位,18.1小于等于本米24为正常体重范围,24小于等于本米28为超重,米大于等于28为肥胖,如果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。 但是有减轻体重的诉求,应该掌握分寸,不要因为追求体重的减轻,这样可能导致营养不良。 现在,我就给大家介绍三种较为流行的减轻方法。 轻短食,轻短食的英文是Intermittent Fasting,也称见些是短食,一直是世界上比较蜂蜜的一款减轻模式。 最常见的是采用5加2模式,即一周中5天相对正常进食。 其他非连续两天摄取平常能量的四分之一女性约500K考天,男性600K考天,这种模式一直坚持下去比较容易。 这种减轻模式有5天不需要刻意的做任何改变,进而自然进入到食物限制。 此外,此方法对于体重降低及减重的维持效果好。 目前的研究发现,轻短食对于肥胖、超重,特别是半有血糖,血质异常的患者都有益处。 抛开自由进食的5天不说,限制能量的两天,食物也是有很多选择的。 比如100克火腿奶酪三枚汁,就有288K考,100克生抽银麦有373K考,100克全麦面包有260K考等。 根据具体的食物热量,可以安排各种类型的500K考,600K考的食谱,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度过紧重的两天。 限制能量饮食,这是以打赖低能量上食的集合,包括 一,在目标摄入量基础上,安一定比例递减,能量减少10%到70。 二,在目标摄入量的基础上,每日减少500K考左右。 三,每日功能10000K考1500K考及低能量饮食。 限制能量的饮食是在满足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 沙石线A和水这五大营养素的基础上,适量减少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取,将正常自由进食的能量减去30%、50%。 换句话说,就是平时我们所谓的结石,但不是饥饿疗法。 限制能量的饮食,保证了我们身体每天需要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的需求, 因而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营养素损失和欠债。 但是与清断食相比,限制能量的饮食在饮食的量上持续减少较多,因此对于有大胃口的减重者来说较难坚持。 在饮食结构方面,限制能量饮食强调了减少摄入脂肪和精致高碳水化合物食物, 对于降低血汁和血糖有一定的帮助。 同时,限制能量饮食可改善肥胖多纳卵潮综合征、女性代谢及激素水平。 限制能量的饮食还可以延缓衰老,降低急性炉脑损伤患者的受损程度。 对于普通人而言,每餐八分饱也是好处多多的。 生痛饮食,这种减肥方法最导被用于儿童男志性癫痫, 后来发现有很好的减重效果,而被应用到减重上。 近几年,世界主流的科学杂志先后报道了生痛饮食对于改善血糖, 胰岛素抵抗、减重、签摔道研究的进展。 可见,生痛饮食也成了代谢研究的桥栏。 生痛饮食是将人体代谢的燃料,从碳水化合物为主, 调整成脂肪分解功能的一种饮食。 因此需要在一定时间内进食,先让身体启动生成同体功能的模式, 再用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来维持代谢的稳定。 这种代谢转换会引起低血糖、酮症酸中毒等极端代谢情况, 还会引起便秘、乏力、投热等症状, 因此需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和密切监测下完成。 等到代谢稳定后方可回家监测, 这种减重方法效果明显。 但是仍然需要在开始前,明确没有脂肪代谢障碍相关的异常, 因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带来的就是高脂肪的摄入, 同时还要补充多种维生素片, 应用充足的水分, 以及摄入每天25克, 30克的砂石纤维, 定时监测血尿通体水平。 减重的方法各异, 但最重要的还是先明确有没有减重的必要, 以及找到适宜自己的方法, 在没有体重超重的情况下, 想要瘦身, 不妨试试运动增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